花蓮市一名古信民众平常打零食工为业 但日前因为一场意外 导致一家六口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在花蓮同乡公益会的转接之下 市长薇佳玄特别在开工之日 前往古信民众的住处探视 也制证了急难救助金还有食品物资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度过难关 17号下午 花蓮市长薇佳玄协同社老客长萧子卫 在花蓮县同乡公益总会的转接下 前往了建国路一处古信民众家中进行访试 由于暗住在农历年前 家中进行大扫除工作时 不慎从二楼甩落地面 导致脑内出血陷入昏迷 虽然经过抢救过后已无生命危险 但还在家户病房观察当中 而这一摔也让平时以打零工为业的古信民众 家中顿时失去了经济依靠 其实这个个案是去年小孩子两个月 个案就是寻求我帮忙 他当时我们来处理的状况是 当时的爸爸是因为工作从三楼摔下来脚受伤 然后没办法去工作 然后家里有四个孩子小孩子都还小 所以我们那时候准备了奶粉尿布 我先来看 结果那时候持续的帮忙差不多两个月 然后这个爸爸后来有状况比较好可以工作了 工作了以后就有办法照顾小孩子有赚钱 所以说我们就持续关怀而已 没有再继续帮忙 一直到过年前差不多七号那一天 个案又跟我求救说老公因为在家里打扫 过年前打扫 然后从楼上摔下来 头部着地 然后出血 现在在教育病房还没醒过来 然后我才第二天马上赶过来 然后看需要怎么帮忙 因为这个后续也是要公部门持续关怀 这个才是 因为我们私人的协会毕竟资源有限 公部门的资源比较充沛 所以我们才会持续关怀 也谢谢市长说 能够听到这个个案需要帮忙 就马上来关怀 古姓民终于他的妻子育有市民孩童 其中最小的才刚满一岁 为了帮助他们能暂度难关 市长为家先特别发振极难救 住近一万元 并给予一些食品物资 希望他们可以获取到足够的营养 那家里面一个妈妈带着四个孩子 最年幼才一岁多 那生活也陷入了一些困顿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也来关怀 我们这个个案 也靠近花莲市的一个周边 那我们希望说 有一些实质性的关怀 也找了一些相关的社团跟资源 那未来也会持续的来关心这个个案 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花莲同乡会 在过去一整年以来都一直 对于我们花莲县境内的 需要帮忙的朋友们 提升出的相对的元首之外 也给予很多的一个资源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 如果说我们附近周遭有一些民众 有急难需要协助的部分 也请进向我们花莲市公所社劳客 来做相关的联系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协助相关的一个 后续事宜 那也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 伸出元首 有更多爱心社团 能够一起加入 市长卫家先表示 有许多弱势家庭 其实非常需要社会的关注 但其中仍然有许多人 都不了解申报流程 甚至不清楚有社福补助的管道 因此除了寝室公所 相关客室人员 随时注意周边 有需要协助的家庭或族群之外 也呼吁花莲相亲 如果发现有家庭或个人 因突发事故而导致生活陷困 继续外界协助时 也请大家能伸出元首 向当地里长或里干事反应 来帮助他们暂渡难关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